馬祖慈悲 大家好 網路的朋友來問到說 拜馬祖跟馬祖溝通 拔杯啦 抽籤啦 是不是要等廟裡人潮比較少的時候 來抽籤啦 來拔杯啦 比較靈 效果比較好 這樣的問題來問顧問 我的看法 這個樣的問題 顧問是這樣來回答的 人潮少 雜音就會少 所以你在拜一拜的時候 用心跟馬祖溝通 你比較專心 比較專制 那個打出去的信號也比較強 你的詩系在想的時候也比較清晰 不會受到旁邊的干擾 如果旁邊的人講話很大聲 吵吵鬧鬧 你心專制不了 也不知道怎麼樣去問馬祖 所以這個提問題的品質就會產生一些問題 所以根建議是能少一點 噪音少一點 那你心可以靜下來 可以專制 私立可以很清晰 很清靜 慢慢很清晰地跟馬祖溝通 類似進入禪定 外離向 心可不亂 可是因為吵吵鬧鬧 耳朵聽到聲音 看到人家打架 做什麼奇怪怪的行為 都會轉移我們的心 我們的注意力都會轉移 注意力等於心 心等於注意力 注意力轉移 當然也沒有辦法用心來跟馬祖溝通 所以這個溝通的品質會打折扣 那最實話 因為人都 我們心不能靜 定靜 安 利 德 這是馬祖長的定心歌 叫我們一定要定 也要靜 對不對 所以將來溝通 品質會比較好 以上是顧問的回答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祖慈悲 我心想看什麼 我會 registrer我 你心想看什麼 我心想看什麼 我心想看什麼 我是你心想看點 我們能靜裡面 我心想看什麼 你心想看什麼 我心想看什麼